那你怎么维持啊 就是之前要吃那么多的话 我一直都有在运动 然后平常还是要注意自己吃的东西 想你了 快来update一下近况 那个行业到底在做什么 哇他不是那个 好想听他的故事哦 哇塞 你们当我是万应工啊 那找个舒适的地方聊聊吧 你好像每隔几年就给自己设一个挑战 对不对 可能吧 对可能吧 就会焦虑啦 就会觉得我下一步应该要更好 更进步 这样子已经四年了 那你自己觉得你现在有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体悟了吗 这样子 我们今年又有一个新的尝试 是成立YouTube频道 对 栗子美食家自学之路 那这个是在内容方面 我们也希望可以再突破 那 现在同时做这么多事情 其实 相较于以前只是写文章 就真的会 你要有很多策略性的思考 然后其实你必须要进行管理 然后这个转变是 以前只是一个自由工作者嘛 我只要管好我自己就好 然后我可能有些基本的技能 就是说写作啊 或是拍照啊 或是我 我看待美食的观点啊 那是一个技术者 那接下来 我是要有管理的技能 我要跟我团队一起工作 我要分配工作 我要知道轻重的环机 那其实我要从一个 在家上班的人 先变成上班族 对 对 但是我还得当老板啊 我不是只能当上班族 我不能当自己的上班族 那老板的话 我必须要制定策略 我要有愿景 我要知道 我要把大家带到哪里 那这个部分是我现在 我非常需要学习 然后我也很想要累积的能力 嗯 那沟通上面呢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位访兵 他是做数位外交的 他也是跟你一个差不多的进程 然后他会觉得说 他自己一个人在做的时候 他可以很多事情很自 有自由度嘛 但他跟人串接在一起 他也说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他觉得他遇到最大是沟通问题 那你呢 你在这个阶段 你觉得你最遇到比较大的挑战是 我觉得我遇到挑战反而是 我要怎么把工作分配出去 对 就是我全部都自己做 我真的会垮掉 我没有办法 我也没办法达成我想要的目标 嗯 对 那我就直接 我就继续做我原本的部落客就好了 对不对 我干嘛那么辛苦啊 嗯 但是我要做很多事情 我就必须要把任务分配出去 我要知道怎么样 调制我的浓缩液 然后给大家分出去 所以其实你应该是要先 教一批学生出来 是这样吗 教学生也太累了 当然就是 希望是 就是我们有工作的方法 有方法论 然后我们有 想要达成目标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往那个目标去 然后中间其实是有很多策略的 然后这些策略 你当然有需要数据来反馈 你才能做决定 嗯 然后你必须不断的实验 嗯 其实你可以 就是同一件事情 我可以做很多实验来 收集我要的资讯 嗯 对我光是比如说一个文案的 发文的方式我就可以做很多实验啦 嗯 对那那这中间都是你可以 这些反馈都是你做决策的一句 然后这个就是我现在正在学习的部分 嗯就是四年下来 就是有没有一个 比如说哪一个事情让你觉得有比较大的越境呢 就是嗯 我 我一开始在做电视镜的时候很忐忑 嗯 我觉得呃在过去部落格时代很多人都会骂你业配嘛 对 我觉得那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遗毒 嗯 就是在以前部落格还不被认为是一份职业的时候 嗯 大家会觉得你就是要真实的分享啊 你就是要最诚恳的就是你怎么可以有商业行为呢 对因为好像大家都是兼职顺便下班才写部落格嘛 嗯 但是后来不是啦 部落格他可以是一份职业 那进展到像YouTuber YouTuber也是一样他也要养活自己嘛 嗯 那我觉得在我的情况下是 我以前都不接业配 哦 但是我现在是要创业嘛 嗯 然后电商其实是商业行为 嗯 那当然我要为自己写文案 我做我自己的业配 对 可是一开始还是会有原本的读者无法接受 哦真的 所以读者有一些反应 读者会有一些 嗯 他们会有一些担心吧 有的人比较善意的担心 或者有的会直接批评 或者有的会看好戏 嗯 对 那但是我觉得我知道 我一开始会担心害怕 可是你就是不断的去执行他 嗯 那你就会知道那些担心都是多余的 嗯 对 就是呃 这些人并不能影响你要做什么 你清楚知道你的目标 嗯 往前走这样就好了 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团队的执行力 跟我们的决心有反映在业绩上面 嗯 所以这件事情是我很开心的 就是我们真的有建立起一个呃电商选物平台的基础 所以其实你一开始就是在想要做商业模式的时候 然后你其实有遇到就是说你要管理的问题 然后你有遇到说你要怎么样去发配工作 把你会的事情交代下去 还有再来就是遇到一些你忠实读者的给你的一些回馈嘛 走到现在你们的团队其实已经很可以去执行你想要做的事情了 呃我觉得我们已经建立了 也就是说美食是最重要的身份认识 那2019年你出版了类似关键词美食家的自学之入于口袋名单 那伯克莱的书评中有位读者留了这样的内容 他说这本书里面会有些许的美食跟实际过于距离遥远或是昂贵难定位 但是他可以感受得到作者真心想推荐给引领读者 就继续享受食物背后的发想跟准备 那有几个层面的问题 就是说Find Dining它精致饮食其实是有门槛限制的嘛 你吃一吃很贵耶 那会不会缩限了对吃的体验 那他所引领的风上是指着跟着米其林的新品制度 还是你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不可会缘的那些比较高端的餐厅Find Dining 它确实会有一种排他性 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踏进去 那就算你要踏进去 也许你也是要为了一个特别的日子 才花那个预算去吃饭 那其实Find Dining你也没办法天天吃啦 对你都知道那个胃有问题了 对所以我也真的很佩服就是说 那些真的有预算也很有时间的人 他们天天去吃 哇你身体不会受不了吗 对也是我很想问他的 对那但是Find Dining为什么重要 以及我为什么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去探讨它 是因为我认为它对于带领餐饮的趋势 是有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嗯 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上重要的餐饮趋势 其实都是率先在高端餐饮发生的 嗯 不管是呃所谓的呃这个我们在讲新北欧料理 嗯 新北欧料理过去谁在乎啊 嗯 在十五年前去问没有人 大家会觉得北欧没有东西可以吃 没有美食 对 对可是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NOMA餐厅 它就是以几乎是它 它一几 不能说一几之力 其实是有整个生态系 但是它是那个最重要的领头羊 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让大家去注意说 诶原来在丹麦有这样子的一个新兴的厨艺团队 他们运用创新的烹饪技术来表现北欧在地风土 嗯 对 那很多全世界的厨师 年轻厨师 愿意去实习 而且他们的制度是无心实习 前扑季后进去学习 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 他也会把那部分的理念 带到他自己的国家 嗯 那其实台湾也有这样子 在NOMA待过的人啊 那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是木梅餐厅 嗯 就是他曾经是米其林一行 然后也在亚洲50家餐厅上面 最高排名第七 这家木梅餐厅 他的创办人 林全主厨 就曾经待过NOMA的实验室 嗯 所以高端餐饮 他在人才培育上面 还有带动餐饮趋势上面 他是拥有最多资源的 嗯 那这些年我也一直 从国外的Find Dining 来回看台湾的Find Dining 就台湾有没有这种 高端的料理呢 台湾的精致料理是什么 嗯 为什么我们在诉说 自己的饮食文化时候 常常就是在讲小吃 对 常常就是在讲夜市 而且每个夜市都卖的一样 对 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 那为什么我们在讲到我们的代表性的食物的时候 好像拉里拉杂一大堆没办法有一个很清楚的身份识别 我们讲珍珠奶茶 我们讲小笼包 我们讲卤肉饭 嗯 我们讲鹅仔煎 嗯 对 我们讲这个炸鸡排 嗯 对 就是到底台湾的食物是什么 对 你有找到一个答案吗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三言两语的答案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大家一起在形成的答案 那 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 或是它一个呃一个对于食物的态度去形成的一个这样子的状况 嗯 我觉得这个也跟我们呃呃呃怎么样看待自己呃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有关 嗯 就是你你今天会觉得呃在我们在台湾的一家呃呃热炒店 我同时吃到公保鸡丁 嗯 跟这个白斩鸡 嗯 然后还有呃麻婆豆腐 嗯 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不会 对 但是你会去计较说啊公保鸡丁原本不是台湾菜啊 嗯 不会 对不会那它其实就是台湾嘛 嗯 对或者是说它 它可能旁边还有这个呃你可能可以配上小米酒 嗯 对 嗯 那其实这些多元文化的融合就是在形塑我们饮食 我们是谁的这个答案 嗯 那我觉得现在一直都在发展中 非常有趣一直在发展中 然后 啊 你是在讲一个综合 其实我们现在的台湾的特色就是一个很多元融合的东西 它在一个餐厅里面出现 呃也不只是说只是在餐厅里面出现 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就是很习惯这么多元的多元的饮食 然后我们都认为它是呃可以代表台湾的某一部分 啊 嗯 对 对 但是只是我会觉得好像比较因为为了要固守那一个这个东西的代表性 然后比较没有一个创意 你比如说蚵仔为什么只能做成蚵仔煎 蚵仔煎只能是这个样子吗 为什么每个夜市蚵仔煎都是这样 哦那它当然有就是这个比较基础的 嗯 呃一般的版本哦 嗯 那也要比较创意的话呢 这种事情比较可能会在翻译代理餐厅发生 对对 因为如果你今天开个创意蚵仔煎 首先它价钱就不贵嘛 嗯 然后你要挑战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你要挑战一般人的认知 它是比较困难的 对 对 但是在一家比较高端的餐厅里面厨师去展现他的创意 而且他用比较价格高的价格卖给你 你可能比较容易买单 对 嗯 对因为他可能他他的创意也是有价值的啊 嗯 然后他用的食材会比较讲究 嗯 然后还有那家餐厅里面的氛围 嗯 然后他用的器皿 然后他的服务都有价值的 嗯 对 那在那边去谈创意去谈呃这个改变是比较可能的 嗯 但是也不排除说呃可能有人会发明一个爆红的小吃 对 其实也每一段时间台湾也都会有这一种潮流啦 比如说前两年有脏脏包啊 对 对 然后嗯 比如说有一阵子电影流行就古巴三明治啦 嗯 对 然后呃在过去在在在久之前可能就是各种就是手摇印也是有推陈出新嘛 对 对对对 其实吃就像是一个生活的享受或是一个生活的升级 我本来就像像刚刚你讲的我本来是吃饱那我现在吃好然后现在我也还要吃的享受精致然后有感觉 因为我在做你这份仿纲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想到那部电影就是那个巴巴拉史翠珊他演的就越来越美丽这个电影里面他就是吃沙拉他沙拉就是要有一个盘子的一个方向我先切这个蔬菜我再切这个水果再切那个然后就他有一排序然后我就是完美的一口就是我一直都记得那个画面就我每次最看这部电影我都会再回去那部那个画面里面再看一次哦那场景的布置当下的情境 食物的品质然后还有用餐的习惯跟共餐的友人哦这几个因素对你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有没有改变嗯我觉得不能只挑一个最重要的出来我觉得它是全部的相加嗯其实总括一句我觉得情境吧嗯就是情境很重要包括如果我们非常个人去讲说我今天晚上想要吃什么那那个情境是很重要的那 那呃你可能是需要庆祝哦那庆祝然后你的对象是谁好跟你的另一半嗯那也许你真的会想要挑一间灯光美气氛家然后两个人可以安安静静的好好享受一顿饭哦然后嗯他可能有一点仪式感的才能够符合那个庆祝的情境哦那这时候你可能就去挑比如说一间日本料理餐厅嗯或是一间法国料理的餐厅来这个符合那个情境 但是也许你今天是要庆祝母亲节嗯我们录音的时候母亲节快到了那母亲节你就不能把一大家子带到法国餐厅去嘛那超超怪的嗯对不对可是可能也有人可以啦对因为我婆婆家也是很爱吃的所以每年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会尝试各种各样的餐厅是比如说我们也去吃过一大家子去吃过那种童花餐厅啊okok然后德国的那种那个就是烤猪脚餐厅啊 那或是诶也会去鱼港吃那个就螃蟹鸡的时候那很棒那很棒那很棒好那假设就是嗯呃那个法国餐厅他就是要吃三到四个小时然后有八到十道菜那可能就小朋友不适合去就是对不对你要排除很多因素嘛因为小朋友嗯会会跑来跑去然后可能长辈如果他平常也不不不不不喜欢吃这种餐厅嗯那他会觉得累嗯对不对那你在家庭聚餐的时候你就不会带到那个餐厅虽然我知道也有家庭喜欢吃那个餐厅但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去对 那这时候你可能还是要找一个比较合家阶宜对合家阶宜的对对那所以你可能这时候会找一个就是比如说刚刚讲的童花的这种客家料理啦嗯嗯或者是有包厢的啦嗯嗯也许可能大家吃澎湃的火锅啊嗯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情情是很重要的嗯那你确定你的情境之后其实你再去看看你的口袋名单啊 嗯就是有哪些餐厅是你觉得啊你知道好吃然后你知道他的烹调的水准在哪里嗯然后嗯考虑一下跟你一起吃饭的人会不会喜欢这家餐厅嗯对然后通常这样子确认之后大概那一次那一次的用餐就不会太错你以前吃美食跟你现在吃美食会选择比方说今天好了不用工作不用想他是他是他是要拍照还是要干嘛 我要想去吃一顿哎不错的料理你以前在吃这个不错的料理的时候的选择跟现在的标准有没有差别嗯我觉得标准是没有太大的改动但是我觉得现在我确实是会希望不要麻烦对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吃到你想吃的餐厅是要花点力气 嗯不管是说难定位餐厅所以你要提早去定位或者是有的时候你要拜托朋友啊就是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些餐厅因为他太难定位了当你定到的时候三个月后半年后一年后谁知道你在哪里现在关系发展那么快速搞不好三个月后就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自己喜欢的呃去餐厅吃饭的方式是首先我知道他好吃嗯他稳定 再来他去那边吃饭不会花我太多的精力不管是说定位也好嗯还是说要不要长途把设嗯对然后还有就是我我去那边我就是可以很放松我不需要社交对就是有的时候社交是嗯你是要换上另一个样子的对就没有办法专心吃东西嗯对对对对对那我就会有几间这样子的我喜欢的餐厅是可以跟我的先生啊或是很亲近的朋友一起去吃然后真的可以去享受 还有食物跟彼此陪伴的时光那你吃到比如说雷这个东西你会心情不好吗会啊会啊吃到雷当然会心情不好所以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些判断原则很多都是在避雷嗯对对以避雷为原则去选餐厅对很多都是在避雷嗯那嗯当然呃有的时候去到现场才知道是雷啦你不会有那种盲事吗比如说像我跟我我先生以前都会就是说诶我们看到有一家新餐厅开可是没有去吃过感觉好像不错我去试看看 哦雷会这样子吗有的时候也会然后比如说在国外的时候真的比如说你就相信Google Map的评分哈哈哈那时候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做很详细的调查你就是看到附近有这家哦评分4.2分OK吧然后进去是雷啊天啊其实我觉得Google Map那种东西给几颗新的那个一半一半吧很容易就是赌博失误你知道吗对啊就是就是然后你在国外你就觉得每餐都这么真贵我竟然浪费这餐就是对 超级生气的因为我们会想说吃什么然后我现在想一个月或是多久时间我想去吃一顿就享受其实最最重点它不是呃价格是我们可以接受但是我们去享受一个一个不一样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不一样异国美食或者说我不要就是每次都是吃那些一样的餐厅我想吃一个特别的东西但如果去了特别做工作去到现场然后很累我就会一整天心情很不好没错对你就会非常的饿腕对嗯懊恼所以就是呃 我觉得有时候呃这样也表示其实吃饭变成是一种很重要娱乐了嘛我是高晴文美食就是我的人生在家吃饭其实还是会注重均衡然后我一定会希望有呃比较多蔬菜嗯然后我不会必吃淀粉嗯但我会就是用蔬菜跟蛋白质来平衡嗯对所以就是还是要吃的比较就是呃 嗯嗯调味可能不要那么复杂啊然后油脂的使用不要那么多啊就是要有一些比较均衡的搭配这样子你的身体会比较能够你身体会知道 呃我有听到你谈那个Milkate就是料理然人包嘛那之前唐凤来他好像也很喜欢那也流行一阵子哦这个是会是我们现在这个后裔时代或是数位时代的趋势嘛那现在又有一个什么元宇宙 所以说跟NFT啊那美食在虚拟空间的发展面貌会是怎么样的嗯以Milkate来说嗯去年三级警戒的时候确实台湾有一些餐厅这么做嗯嗯那我觉得嗯Milkate这两年在国外也有发展起来确实是因为疫情餐厅关闭嗯嗯大家呆在家所以他以国外的Milkate业者来说他们获得了很高很的很高的成长可是你看国外餐厅看 开放之后啊其实Milkate业绩就下来了嗯那以我自己去年在台湾体验Milkate来说那当然确实一开始你会觉得新奇有趣嗯然后Milkate帮你解决了一部分做菜的麻烦就是说有些料帮你备好了对然后有些调味已经帮你设定好了对所以你比较不会出错你只要就是照着那个说明书或一整包对暗部就搬嗯你应该就可以做出不错像样的料理嗯对 但是后来操作久了你也会发现说他也未必真的省到时间对嗯对还有就是他的价格并不清明哦尤其是在台湾其实还没有真正的Milkate业者出现那假设是当时餐厅他为了因应不能内用才推出的一个新的产品的话其实他的成本还是很高的嗯 那我们我们也体谅他很高但是他在商业上好像真的就会遇到困难因为那不是每个人都能负担的对嗯那这样子的Milkate到底他能不能生存呢你看今年现在疫情又起来嗯但在餐厅还可以内用情况之下其实没有人会做Milkate对嗯对对所以嗯我觉得与其做Milkate啊也许目前更适合的产品还是 是调理包嗯就是你直接加热就可以吃的哦所以你会发展这个吗嗯我们的电商确实卖蛮多这一类产品的嗯然后也有一些餐厅是他原本没有做这个东西嗯那去年的疫情真的让他们必须思考说我要有内用以外的营收来源所以就开始投入对那所以我们有有卖一些这样的产品那当然以自己研发来说 我们也希望也许可以有自由品牌的东西但那会是下一阶段因为调理包对于你看像上班族妈妈然后就是平常就是已经回到家累得要死不想再煮饭还不想要再随着步骤切菜的那种我不想要再去经手洗食物干嘛的过程我觉得真的还蛮蛮有帮助的而且如果那个调理包他不是只是一个全部都是泥很简单他还吃得到一些食材啊然后吃到比较新鲜的东西我觉得我会买它是是是 其实我完全认同因为现在我们工作很忙然后你晚上就是要煮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是加热一个比如说咖喱牛肉对你就有煮菜了那你只要炒青菜然后可能有我是不是我连青菜都不想炒哈哈哈不行啦吃青菜比较好对要吃青菜就是然后跟白饭嗯对然后也许在很快的做一个味噌汤你是不是就有意义哇你果然就是那个老套家族的人就是我们一定要有那个元素 那个都背齐对不对但是其实不会花你太多时间啦老实说就是你只要有那个东西帮忙嗯对不对对啊所以就是呃我觉得疫情真的影响我们的行为蛮多的很有趣的变化嗯对然后包括比如说外带外送也是啊它也是一个影响嗯对你可以看到真的外带外送的的占餐厅的占比啊在疫情后真的提高了嗯对原本就有在做外带外送的餐厅的占比啊 因为以前不会有外带外送嘛那现在就算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呃疫情比较好的时候但你还会觉得哇我现在就是按一下按一下对啊就有人买过来虽然他就只是走十分钟可以买到但我就觉得哦你连去Seven都不愿意对不对对对对啊所以所以就是这真的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嗯那你刚刚讲到NFT的部分嗯老实说我没有 没有在玩NFT嗯我也只是很粗浅的阅读过相关的东西嗯嗯那呃呃在餐饮界呢美国确实是有出现所谓的NFT餐厅嗯那NFT餐厅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另外一种会员制哦就是说你购买这个token呃你就取得了这一个俱乐部的资格嗯那这个俱乐部当然它有一些噱头啦比如说呃这一家餐厅哦它是以海鲜为主的在纽约 嗯然后他请来厉害的这个日本的寿司大师然后用每天新鲜空运过来的最棒的鱼货来做寿司这样子然后他也有其他海鲜主题的菜单这样嗯它就有点像是高级俱乐部的概念嗯就是说呃你想要来吃我们这个很厉害的很厉害的餐点吗而且我们还不定期的会举办一些特殊的活动 好那你就来投资我们的NFT那你这个NFT呢是你的资产哦那你也可以转让嗯但是我们但是你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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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资格的话呢我们希望你每个月都要来至少四次消费之类的哦就是你买了这个NFT会员资格可是你要去消费你要去消费嗯对那这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只是把当然NFT有一些说所谓的什么呃 呃不可不可不可复制啦每个都独一无二的啦然后它不可以篡改啊等等他们主张的这些好处啦但是我我目前看起来它就是另外一种会员资啊嗯只是那个会员资不是一张卡片而是一个NFT对所以在这个部分你其实还没有想要去那边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呃投资或者说一个发展我不知道可能我的想象力不够就是我我还不知道说能能能能做什么那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有的比如说呃国内发行的NFT它是结合名厨跟名餐厅哦比如说国内有NFT是让你可以去RAW餐厅吃到江振审主厨研发的特殊的菜色嗯然后他们都带一个虚拟的装置嗯好像里面是有一些那种虚实整合的影像嗯这样子然后你就是然后一边品尝着呃盘子里面的食物这样哦为什么吃一个东西要搞这么累哎 嗯对那但是我觉得后来像这一类嗯跟餐饮亭业结合的NFT啊就它比较像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哦就是就像有钱人收集艺术品是一样的嘛哦对我有这个艺术品所以代表我是某某某那今天我就有吃到这一餐或是我有这个俱乐部的资格代表我是某某某某他就变把吃不只是吃味蕾的体验他还有视觉的感受上面的当然他可能 上面的可是这个跟NFT没有没有关系嘛嗯就是我也可以付现金然后带那个头盔来吃饭啊对啊对不对所以其实NFT跟元宇宙对美食券来讲他其实还没有那么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只是就是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很好的应用嗯或者说我们看到有严肃基业者去发行NFT然后好像是你买了这个这个token你就是可以呃到他的显书基店换什么样子特殊的餐点呃你有在专访里面提过说 就是以夏威夷美食美酒展的模式来鼓励台湾的饮食产业链要一起变好啊那台湾的饮食文化或产地到餐桌这一个产业链啊其实最缺哪个环节或是现在应该要先处理好什么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呃整个饮食产业这几年大家很努力的想要变得更好嗯就是说那个夏威夷美食美酒店 我觉得我是205年去的嗯就蛮也蛮久以前的嗯那从205年到现在我觉得台湾的饮食业界发生蛮大的转变嗯就是首先大家是真的很想要去探究台湾的食物是什么台湾的饮食嗯是什么这中间对于饮食文化讨论是非常热烈的那而且是不只是餐厅业者是上下游产业都在串联对嗯从呃特殊的作物讲讲起比如说油盲好了比如说李麦 等等的然后呃或者是跟我们的鱼业呃养殖业呃都都是有呃紧密的连结那这个一方面当然也有主厨去带动比如说主厨他会特别去搜寻台湾特殊的食材来用在他的菜单里面然后呃当有餐厅加持之后一般的消费者更认识认识他那有一些这些食材供应商他就可以打入超市啊嗯或是在农夫市集啊 这样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去购买嗯所以这个串联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是蛮蛮热烈的可是他好像都还是散撞的不是没有一个比较集中因为我们比如说像我看到一些美食市集他可能都是在比如说一个百货公司的一个特别展或者是一个我经过什么市经过一个什么比如华山看到一个特别展可是好像没有一个比如说我真的想要去知道这个食材或者买到这个食材他有没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方式吗 呃其实有蛮多其实你去看现在的超市啊他的选品跟过去已经很不一样了就甚至连全联都是这样那就更不用说像是呃这个微风超市啊或者是比如说新冠三月美丽超市啊或者是说一般的这种呃呃有机的的超市比如说像Green and Safe啊天河鲜物啊等等的对其实呃这些通路他如果他们都算是 是超市超市或卖店的话当然有分不同的等级嗯那其实你会看就是从最大这种通路他的那个呃呃选品的方向都有些改变了嗯对呃那那我觉得其实你是更容易可以买到比如说现在你很容易可以买到有机蔬菜嗯对然后甚至你可以买到三包一百块这种价钱嗯对那这个可能在十年前是没有这个价格的嗯对其实你没有讲我没有特别注意到现在想一想好像 像是这样啊对然后或者是说呃比如说蛋好了嗯其实也开始有人在推放木鸡蛋就还有有比较多的不同的选项了对你现在在全联买蛋啊其实你看到包装漂亮的蛮多的欸不是只有高级超市才有对对那更不用说比如说我们在讲植物奶好了嗯你现在在在一般的超市其实就可以买到植物奶嗯对那那我觉得就是 呃就是呃呃呃其实我们现在取得这些有品质的食材是已经比以前要要方便很多呃呃呃 他们可以有一个永续性的 可尝可久的事业 就是说他必须要先在商业上站住脚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比较 需要着力的部分 就是说食材到餐厅 然后再到大众之间 然后这中间会需要有一些职人 那这些职人他也要有 他的商业模式出来 才能够让这个产业店更完整 对 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很认真的 比如说制茶师啊 对对对 很厉害的蛋农啊 很厉害的种植的特殊水果的啊 对 或者甚至是他是做巧克力的 台湾其实有非常多厉害的 不管是生产商 还是说把这些食材变成精致的食品的职人 对 但是这些职人就是我都觉得 除了你很认真做好你的产品 觉得怎么样在商业上站着住脚 把它好好的卖出去也很重要 对 因为好像都是一般比较老饕饰 或是我今天真的很关注这一个 你讲的特别某个产品的精致产品 我才会去注意到嘛 一般人可能就不会去注意到那要怎么样让这些比较特殊的 然后比较有专精的他平常可能比较小众的能够也被大众看到 对 就是这个产业链现在要加强的部分 对没错 好那我们最后一提就是吃这件事对你而言 这11年来他是享受压力工作关键字还是什么 我觉得以上皆是 对不是只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 那包括 其实还是会感到压力 就是一开始我在 就从律师转换到美食的时候 想的很单纯觉得如果我可以 把我的兴趣变成工作不是很棒吗 对 但是其实你真的变成工作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工作就是会有压力 对 对 你就是会求好心切 或者是说你会有些不得不 还是会有深不由己的部分 就是你以为当律师很深不由己 其实是在美食产业一样啊 你也会有很深不由己的时候 对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很喜欢 然后我觉得那些挑战的部分 我也还在可以说甘之如意吧 对 就是我都是觉得自己没有选错路 所以现在吃对你而言就是一个生活日常的必须 也是一个你会持续走下去的一条路 对它有好多意义哦 除了是生活日常必须 然后也是我一生的志业 对 对 就是我是真的很希望能够在这个领域能够有一个可长可就的影响力 对 然后这个是我目前正在努力累积的 对 它应该吃应该就是我整个人吧 整个人生 好 那非常谢谢Lise跟我们分享啊 希望他能够在吃这个领域里面找到他自己的一个定位跟他的影响力哦 那听众朋友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记得给中央社好怕五星评价或多多留言与我们互动 想知道更多相关讯息 请追踪脸书的中央社新闻粉丝团 订阅中央社YouTube频道 或下载中央社一首新闻APP 我们下周的空中小客厅见咯 拜拜 拜拜 那做菜要有自己的灵魂啊 那一个成功的厨师是要如何建立自己的烹饪哲学 这么久以来你看下来你觉得 嗯 嗯 我觉得首先他要知道自己是谁吧 因为很多厨师的烹饪哲学都是反映出他自己的成长背景 他的生活环境 呃还有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想法 对 所以他是要先了解自己 然后要有一个想要跟这个世界沟通的意愿 对 那其实呃这要花时间养成啦 我觉得很年轻的厨师一出来 就说这个是我的烹饪哲学 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你可能还要再需要一些时间来培养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段成长的过程 对 那这个烹饪哲学也不是永远都不变的 嗯 对 所以所以这是一个蛮蛮困难的问题 我觉得以厨师来说 他可能需要一辈子来探索这件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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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